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家论股 我是主播杜真林 油气钻探及油田服务业务失利 拖累Velesto能源 2019财年首季净亏22219000令吉 正如大马研究在上一份报告的预警 Velesto能源 首季盟受核心亏损 归咎于钻探设备使用率锐减至66% 上财年同期核心净利达2600万令吉 同时使用率为91% 不过该公司近期获得四项租赁协议 提供Naga 2 3 5和6的钻井平台 分别介于4月至6月动工 预估下半财年盈利有所会谈 因此分析认为最新业绩属于预测范围内 但是低于市场的预测 并预料本财年将达至收支平衡 而市场预测经历终止为2400万令吉 大马研究维持守住评级 按照相同的账面价值 维持34仙的目标价 向下四项租赁博士